新年快樂 各位聽眾 我是報理師本的Chris 雪梨的詩華在哪裡? 在這裡 我是雪梨的詩華 各位新年快樂 新春 今天是年初五 不過老闆說一聲 我們是錄影的 之前錄影的 因為控制室的同事都要分批放假 人手方面要調整一下 我們這個節目新年新名 詩華 我們的新名叫做 天涯海角澳洲慈基友 明白了嗎? 我覺得代鼠邦好像比較好聽 不要緊 電台的指示 我們都要跟從 因為統一化 星期二至星期五 英倫、台灣、加拿大、澳洲 都是這樣的名字 不要緊 統一了 主持人來說 都是有我和詩華 希望你的老友蔡蔡子 有空回來也好 詩梨也很開心 我做了蔡蔡子的老友 老友快點回來吧 因為這樣我們是錄影的 所以最新的熱門新聞 我們就比較少一些 說一些比較經常性的澳洲文化 政治的事情和大家分享一下 有幾件事我想說的 其實這幾件事都是有因有果 互相交替的 我就說一說今天節目的大綱 我都挺不開心的 有幾件事 第一 有兩個人就說 移民是二等公民 首先有我們的前特首 香港的前特首梁振英 主要他們都是一個政治動作 就說英國VNO就是平權 香港人可以多些香港人 容易一些去英國定居 那梁振英當然會喝冷水 會幫助他的政治目的 當然沒有去 二等公民去 他又一場 另外又一禍了 前移民 是不是移民局長 移民局長還是保安司 也有份的 現任的行政會議會員 葉劉 又說 做外國做二等公民 那就好 我去到英國 也未必有人請我做事 這是第一件事 關於二等公民這件事 我心裡覺得不太愛樂 肯定肯定 第二 就居然大陸和北韓這兩個人權記錄最差的國家地球上 居然批評澳洲 說澳洲你們要改善一下人權 很多事情你們都不行的 這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 居然大陸就向他有意在疫症回來澳洲繼續留學的學生發出警告 要注重澳洲境內留學生的個人安全 澳洲不是那麼好而已 這三件事 澳洲很危險的 那你先說什麼事 我最喜歡他講澳洲很危險 因為我希望千萬這麼危險的地方你不要來 我們是很危險的 這個國家生回來的 千萬不要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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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沒有二等公民 你寫了一篇文章 就在我們那個網頁那裡 我看了我也非常贊成 我也知道你有一點點火滾的 你說我一看見二等公民 這四個字就火滾的 那我又一唱一話 我就說我看到期指了 那次我就火滾的 那不如你先說說二等公民吧 澳洲哪裡有二等公民 我們全部的香港人過來 哪裡的人來到也好 不只香港人 來到澳洲當你宣誓入籍的時候 有一大堆的公民的權利 和義務都是給了你的 完全都是一等 沒有分一等二等的 我們是立一樣的稅 又不會我們華人 有識的人總多立一些稅 又不會說出入境有限制 做什麼職業也都是除了你 要投票的時候 你那一票 跟其他旁邊的外國人的一票 是同樣的比重 你喜歡的話可以參加政黨 你又可以得到人支持的話 你出來選議員 選市長 甚至乎有朝一天 希望做澳洲總理也有機會 根本就沒所謂這個二等公民 我就相信你都一定很同意的 師傅 那在歷史上 澳洲也曾經真的有一個叫白澳政策 白澳政策 這個也是華人所救病的 不過這個其實都可以深入探討 對 不過我們在安居上 我從來都不喜歡花花花堡 ק真的 我又很狠切地跟你说 你其实有没有一种感觉 你是有一种被歧视的经验 在澳洲生活了二十多三十年 我真的没有 一次都没有 真的没有 有时候有些年轻 就是摆明捣乱 都试过 一辆车经过的时候 就是伸个头出来喊一声 啊 就是好像撩你这样 这些就有 至于你被人家说 他有没有说是中国男人 他骂你 可能他见到人人都骂的 有没有特别针对你的种族 肤识语言 没有 没有 你都很幸运 其实是不是被人歧视 一来你就是 真的有没有被人歧视 二来就是身体的 对不对 譬如我都说有个朋友 被人家在超级市场里面 手袋 他搜查自己的脱身袋 是 他就立刻很生气 觉得自己被人歧视 是 那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 喂 澳洲呢 搜你那个脱行的手袋 是一种正常的行为来的 每个人都搜的 那我想你都知道的了 你出入超级市场去可以搜你的手袋 说明了 那就是这个心态 看看你怎么看 但是我在这里三十年 我真的有一次 我可以和各位朋友分享一下 而我主要分享就不是说澳洲有没有 其实我宏观来说 别人歧视你其实是那个人 就不是因为是你 即使你很漂亮 很有钱 是白人 他都可以歧视你的 我们大把中国人是歧视鬼佬的 一见到鬼佬就说死鬼佬 蠢到死 死鬼佬 阿叉 阿鬼 对 阿叉又说日本仔又死日本仔 其实歧视是在他那个口 或者他那个心 我管不了他的 他喜欢我也好 他恨我也好 他歧视我也好 他仰望我也好 其实我管不了他 所以歧视这种心态 第一 你先不论他 如果他做出一些 做出行为就不同了 比如他口出恶言 或者像刚才那个人一样 因为你是中国人 我就一巴掌盖过来 并且用脚去飞你 那这个就已经是 一种犯罪的行为 所以我就说歧视 第一 我管不了你 是不是歧视我的 而且如果你心里面 我更加不知道 所以我就不会理睬你 第二 我们应该有一种心态 就是如果他真是很无理 我没有做到任何糟糕的事 或者坏的事 他歧视我 或者鄙视我的话呢 我都可以歧视回去的 譬如你是鬼佬 你歧视我不够高 不够皮肤白 眼睛不是蓝色的 那我可以歧视你 我的黄色比你的白色 我的黑眼睛比你的蓝眼睛 这个不是阿Q精神 美感 这个东西是很主观的 没什么的 不过你说现在世界的审美观点 都是比较高 瘦 眼深 那些审美漂亮 那我们自己 我们也可以自主和自信 因为事实上 人家歧视你 我真的说了很多次 你是没办法去管的 除非他做出一些行为 行为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可以告他的 澳洲是有反歧视法的 所以先不要经常觉得这个国家 经常未进来澳洲已经觉得这个国家很歧视人 我要小心一点 我要尽量反击 一般来说澳洲人是非常文明与得体 很老实说 就算他真的歧视你 你其实也不会知道 真的 所以我们反而是行得正 做回我们自己就已经足够 不过我也试过有一次 我觉得那次真的是一个歧视的一种行为 我自己有反应 有一次我就和一位朋友 两个都是女士 就带小朋友去游泳 两个妈妈带着三个小朋友去游泳 游完水之后 那些小朋友就陆续地出浴 那我和这个太太就在这个更衣室里 就慢慢聊天 他们又洗澡又玩又换衣 我不理他 我们很开心在那里聊天 说了很久 那其实在洗澡房里面 那里面有一个人在洗澡 但是我们的小朋友已经洗了 我就没理他 我就一直在聊天 聊了 我想你也知道 女人在聊天 去很长时间 我想起码 聊了十几二十分钟 那些小朋友在那里玩 我不理他 聊了十几二十分钟 洗手间 洗澡房里面 有一个女人走出来 是一个西人来的 普通的澳洲女人 就是普通的英裔人士 我自己说 他一出来之后 就指着我和我 因为我和我朋友 就坐在门口那张长椅那里 那跟着他出来说 你们两个人 一直在说话 还要说一些 我不懂的中文 听到我火都来 那他说 那然后呢 那于是呢 哇 我听完之后很火管 第一 我说话关你什么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 可能我们说话 都是大声 兴奋 大声 但是他 他在里面洗澡 那些水声 一直这样 下来的 我也听到那些水声 那可能我也回忆一下 也有少少声 是不奇怪 第二 亦都是真的 他不懂熟悉的语言 但他一走出来 就指口都被这样骂我 于是我就非常之生气 我就立刻指着他 就说 我说第一 我们说我的语言 关你什么事 第二 我说我没有犯任何规 但是你在这里洗澡 这里超级 因为门口里有个标语 标志 写着 洗澡不多过五分钟 我说你大大话 在这里洗澡 起码二十分钟 你自己犯规 你竟然敢赶我 我说还有 你现在发出一些歧视的言论 我说discriminate的言论 我说我现在要出去告你 因为这个是更衣室 在外面有个标准 有个泳池的管理处 我说我现在要出去 告诉别人 你是有discrimination 我可以告你 于是我就扯着我朋友走出去 我说这个女人 这样 于是他立刻没有声音出 然后散散了 就倒下头在那里换衣 我说你不要以为你可以欺负我们 如果我们没有犯错的话 我说我一定不会这样给你指责 那于是我的朋友说你真是厉害 我说我们是一个公民 我们有我们的公民 我说下次我最多说话实声点 但是第一 我是可以说我的民族语言 是没问题 第二 你自己犯规 你竟然敢骂我 第三 他最认真说 你们讲一些我不懂的语言 我心想我不懂的语言 你不懂语言是你差 我觉得真的 你那种语言我懂 因为你英文 你只懂英文 我不是小看你 但是多数澳洲人都是这样 我经过那次之后 其实我当时也挺生气 我心想你居然这样骂我 但是我后来 那几十年来都是 真的 那次是最显著地 是因为你的语言 然后他就走出来在这里 在这里指责我 那其他时间我只能够说 你说 这个人呢 就 你说些我不懂的语言 所以他骂你 这个是表面的 其实他真的 那心是不喜欢亚洲人的 如果有两个德国的女人 在这里说德文的话 你看他会这样 一定不会 但是就是这样 我们只能说 大部分的人都是公平 公平兼善良 但是这个世界 就永远都是 有5至10%左右 那些人的头脑是永远是不能改变的 真的是极端的 或者极端本土 或者极端种族优异 就是那些人 永远都有 一定会有 一定会有的 那你也不可以一走高打一船人 就是有些这样的人 你又不可以改变这个现实 你不可以因为那些不好的人 是令到自己不开心 就是站硬自己的立场 这个本身是人的问题 不过我就想说一说 澳洲本身是不是一个 好似一般人想的种族歧视 这类人特别多 种族歧视问题 特别严重的国家 我相信有些香港人是这样想的 因为我曾经 就是我移民那时候 我妹妹也曾经跟我说过 澳洲 种族歧视得很重要 他来做什么 都说过这样的东西 澳洲被人这么说话 是值得的 值得的 真的 澳洲曾经有过一段 不光彩的历史 我就现在跟大家说一说 澳洲在1901年 脱离英国 就成为共和国 不是共和国 不是共和国 即是个独立国家 美成独立国家 1901年 那时候 主要是针对中国人 真的 他通过了一条法 叫做 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 限制移民法案 限制哪些人可以做澳洲公民 就出一条 就出一条 欧洲的语言出来 你要懂得写五十个字 如果不是 就不准你入席 那这条法案 就没有说明是针对中国人 其实就是针对中国人 因为当时中国人就是去旧金山 去雪莉尼亚 淘金的都很多 那有些人想入席 那他就不想入席 用这个方法 就是来围难你 任何一种 即不是英文 英文可能你也懂 可能他说德文 说意大利文 或者说苏格兰文 故意挑一样东西 你不懂的 那来考你 那来肥了你 那 而 White Australia Policy 白澳政策 这件事是正正式式 是写了出来的 写了出来的 那澳洲 当然是因为这样的历史 就是付了一个不好的名字 说澳洲人是种族歧视 那一路下来 就当然历史是向前的 就不会向后的 那就慢慢 那些人都开始 有个看法就不同了 就是见解到这个 多元文化 种种 人口来往来 就是对大家都有利 这样 就在1973年 1973年 其实算上来 现在是60年前 澳洲已经废除了 白澳政策了 已经没有了很久了 所以你就不要说澳洲人 现在 还是种族歧视 没有了 已经两三代人了 经过这个时间 由1973年开始 就世界各国的人 来澳洲移民都非常之轻易 比较轻易很多 华人 印度人 马马来人 印尼人 欧洲那边 甚至黑人 种种都是大大的 豐富了澳洲的人口 据大家所说所知 就是差不多有四分一的澳洲的人民 本身是在外国出生 如果算是父母一方 自弹一个在外国出生的话 那就更加多 我想是超过一半 所以根本这条路是走不回头了 澳洲种族歧视白澳政策 现在全部就成为历史 所谓二等公民 就已经不存在了 所以梁振英 叶柳淑仪 这些就浪费坏气 我都想跟你说 我常常都说 历史就是要横向比较 就是说 看当时那个世界的局势 并不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 去看回头 你不应该这样 正如我常常都举一个例子 你不可以罵 三妻四妾的 或者是爺的 因为当时的社会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回头一想 其实很多国家都开始走回 阻折移民的道路 譬如在欧洲 或者美国特朗普 特朗普的时候 就是因为发觉原来移民的过多 如果又不融入你的社会 的确是会令你整个的社会根基和价值 是很有影响的 所以如果我们看回这段历史 当然 当时其实最主要是针对中国人 因为中国人自从这个涂金业之后 就大量涌入 而且中国人比较勤劳 也都肯 因为来自一个太过恶劣的社会 所以来到澳洲的话 他很努力地去做事 也都能够存到钱 也都真的 他不是收到金 但他都能够有安稳的生活 所以我们应该会明白 当我们横向比较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社会 现在我们说是十九世纪的时候 整个世界都是不公道的 喂 美国那些黑人 直至上个世 一九六零年代 那些女人还要在巴士上面 去让座给白人的男人 这些就真是二等功 白澳政策 我反而这样看 第一 如果太多移民的进入 的确会影响社会的价值 因为澳洲自有它的价值 我现在这样看 我不是觉得有 我没有half feeling 可能我不是那一代的 第二 他坏就坏了 坏了 你好像现在日本 他其实一直排他移民 不过他不出声 他完全没有说 这个日本政策 完全没有 澳洲去说明 思华 要报新闻 思华 要报新闻 我们暂停 我们再回来 一会再跟大家说这个问题 一会再继续 回应上一节还没说完的 就是关于白澳政策的问题 那我就跟大家说 大家不用怕 移民澳洲不用怕 不要听梁振英和叶刘素儿说 我们不是二等公民 我们是平等一等公民 澳洲的所谓白澳政策 已经成为历史层纸 已经差不多 入了这个坟墓 五十多年了 五十多年了 但是后来也有少少暗涌 跟大家说一说 有两个人大家要记得的 1973年就取超白澳政策 过了差不多十年左右 有一个很出名的澳洲的历史学家 就叫Jeffrey Blaney Jeffrey Blaney 这个历史学家是一个很出名的 也很有学术地位的 特别是我们以前的总理 John Howard 就很崇拜他的 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他在1984年 1984年就写了一本书 给大家看看 一本书 这本 大家看到吗 All for Australia 那他本书很薄的 只有百多页而已 他提出一个学者的意见 学者的意见而已 就说澳洲现在开放移民 很多人来了 有些很多亚洲人来得到 他就担心一件事 但是人口里面忽然间多了 某一类的人 人口结构会改变 就会影响澳洲的本土文化 他有一个本土主义者 好像香港的本土派 他就担心澳洲本来的文化 会被这些人冲淡了 提出一个学者的意见 但是刚才我所说的 这个世界极端的人始终是有的 有5%至10%左右 就因为这本书引起了很多讨论 那些人出来骂 有些人出来 又是在那些华人的店铺打烂玻璃 又向华人吐口水 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 有些人就说他是挑拔 种族仇限 这件事我想也未必 就是有一个学术自由 他有这样说 那大家拿出来讨论而已 后来你听说 就有一群越南仔 就回报信警告他 你还说你这样的事 做死你女儿 于是他就没有声 经过讨论之后 事情都呆了 就没事了 香港人 大陆人 亚洲人 继续来 事情就没有了 又过了十多年 到我移民来澳洲之后 1994年 1996年 又有一个人出来抽水 这个人 大家可能香港 有些注意新闻的 都会留意到 有一个人叫Pauline Hanson Pauline Hanson 他是个鬼婆 你知道他 你有听过这个人 是不是 有 有 有 第一个国家党 第一个国家党 他原本是自由党 他读完中学 在酒吧那里做过市应 他存了些钱 就开一间薯条 炸鱼薯条店 在一个乡村地方 自由党就是参政 参政做议员 他发出这样的议论 自由党立刻就开除党籍 自由党也比较公道一些 以独立身份来选 被他选到 始终有一群人是喜欢这些人 他在国会里又说这些东西 又说 现在有个憂慮 We are swarmed by Asians 就是被亚洲人掩抹 他说 一年来来去 亚洲人 在澳洲人口里面的比例 都会百分之十 左右 那怎么会把主流社会掩抹 没有可能的 因为他这样的出现 又引起一群人 又乘着个世人 抽水 又出来 又发表一些言论 又向见到华人 又罵他两句 有些这样的人 一定会有的 很难避免趁机移动 又出来了 结果又 过了一两年 又没了 就是这样的了 自由社会 你以为他也会说 是不是 没错 不过我自己常常都这么说 现在我们面对一个社会 是所谓的全球化 事实上你必然 作为一个国家的政策考虑 你在欧洲 已经足以见到的结果 可能有些民族 在你那个人口比例上 是占百分之十 甚至更少 但是他们可能 那个躁动性 或者那个影响力 非常之大 我不是说 target某一个 比如中东人 绝大部分都一定是好人 但是他一万个 有一个恐怖分子的话 他已经对你的社会 是造成非常之恐怖的一个结果 我们的华人 其实在澳洲比例上 一定不多 不过因为他们 聚居在某些地方 你也明白 聚居在某些地方 每一个他们经营的店铺 或者那个社区 真的特别乱 特别骚髒 特别是 你不想走进去的 除非买菜 我真的很怕去那些区 也都非常粗魯 刚才我们说的 上个星期 我们说的那个 Adelaide 那个打架 其实就是 是 Adelaide 应该是一个很平静的社区 是 人都不多 但是你居然在一个唐人街的 里面的一个茶店里面 发生一些 我想 是很罕有的一些打架事件 有些人他其实不需要多的 但是其实他做那个 就是 令到社会的价值 以及整个的灵静受干扰 好像我告诉你 我以前为什么搬家 其实他也不是多的 他只有十几个人而已 不过他慢慢就在我家旁边的那个花园那里唱 那个公园那里唱歌 喂 我真的很想说 华人的人口的比例真的不多 但是他们对于那个社区的那个 价值的那个转移 或者那个变动性是非常之大 也有其他的民族 我们都可以说 就是比如中东族裔 也都是令人觉得 他也是令到你那个文化 你是会觉得 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 但是他们那个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用侵扰性的那种感觉 因为他们是非常之强势的 就是你一不 你不尊重他的宗教 他要杀你的 有某些族裔 但是他进来就说明 不尊重你的宗教 所以我现在看回历史转头 我自己觉得 白澳政策 当然是不合时宜 不过放在当时的社会 当时整个地球的话 我不会觉得他是很弱 无论是殖民主义 任何那些民族主义 其实他都要成长的 正如我们前几个礼拜说 香港那个的产生 是因为不平等条约 因为蜻蜓打书仗 但是他后来是发展到成绩 非常之辉煌 那么他的开头是不好 但是我们也要再说清楚 邦时的历史本身就是这样 弱的一定是比强的 所吞势或者追杀 这个是邦时的历史 所以我只能够说 澳洲第一 white Australia 这个 policy 已经是死了很久 也不可能复活的了 现代社会的价值 也不容许它去复活 这个很简单 还有 也有很多蠢人 我必须要强烈地说 以为只有国家强大 人家就不敢欺负你 其实我想说 无关是你国家强不强大 而是因为文明的指数是不同的 我们这里澳洲人 无论你来自一个最山他 没有人认识的国家也好 你来自一个暂时世界上 最强的国家都是美国 没有人会觉得 来自美国的人比较厉害 完全没有 没有 是因为你国家强大与否 是你个人好不好 他人真是因为 不是你的国家 是因为你个人 你的本体 你的个体 或者你受人尊重 也是因为你的个体 或者你的成习 所以我就觉得 歧视这一项 我经常再说 你不能够 好像Chris你那样 可能有5-10%的人 去命返不灵 我也不准备去教育他们 关我鬼事 我也都改变不了他 也都不准备改变他 不过 他恨你就是恨你了 我没有阿姨 我有什么理由需要他喜欢我 还有他恨我 我也都可以平等地恨他 没有问题的 不过这样 如果我做了坏事去恨我 我就应该反省 我就不应该比他更恶 这个是很重要 第二 刚才你说的所谓二等公民 我刚刚查到 其实 所谓二等公民 是有定义的 二等公民就是一个人 他是系统性地 给人家隔绝 以及歧视的 在一个国家里 又或者在一个社区那里 如果你说是二等公民的话 我觉得在澳洲 我不知道有哪些人 可以被划为二等公民 因为这个是法律不容许的 没有 即是你说他就算是囚犯 你都不可以虐待他 也不可以区别他 即是你不可以的 你不可以说因为他做了某些事 坐了牢 你出来之后 你就骂他 因为他这样可以告你歧视的 那变成我自己就觉得 这个所谓二等公民这种说法 你上次写的那篇文章 我觉得很适合 第一听到就是火滚 在澳洲 没有二等公民这回事 如果别人当你是二等公民 你必须要作出反应 并且可以去告发他 澳洲是有反歧视法的 那如果哪个人 还要说自己是二等公民呢 我只能说你是自轻自占 那我又阻止不了你 但是在澳洲 很多人不断说自己是二等公民 或者是被歧视 其实是别有其他的目的 他可能想拿那么多的东西 拿那么多的福利 拿那么多的注视 我不知道你有什么看法呢 近年香港就流行有个名词 叫做左胶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 左胶 有 有 周围都是 就是说思想比较左派一些 是注重平等 是帮这个弱势社群 那这些思想就是做到过浪 那叫做左胶 就是左到很紧要 那我经常想起来 其实澳洲这个政治气氛都挺左胶的 很多时候是故意对弱势社群 有些人是特别优待一些 那他们又说了 有些人又说这个叫做逆向其次 因为他是什么人 特别优待他 因为他是黑人又特别优待他 因为他是同性戀 或者跨性别日子又特别优待他 因为他是信伊斯兰教的又特别优待他 有人举这些例子 就是说这个政府是过游不及 有时你就种族歧视 有时就种族歧视白人 就是这样 自己人也是帮外面人 我知道你有些资料找到回来 是关于 是不是有些游泳池 只是准一些希斯兰教的人 那些女人游泳 不准其他人入 是不是这样 那又不是 我也可以入 你不能喝 其实在澳洲 我自己就觉得 尤其是近几年 真的可以说 如果我们说 在30年前 都不是那么夸张的 也没有说 要把弱势捧到上天这么高 又或者是保护到他们 我都说弱势的就是最强 强势的就是你走在一边 如果你是白人的男性 在澳洲的话 你被人说死鬼佬 你是不能个人歧视的 但是如果一个有色人 还在澳洲 你骂他死死黑人 无论你用英文还是中文 或者是中国人 死中国人 死中国人 你死定了 你一定要被人抓去 就是有这个歧视 被人告 这个就是 但是其实我们的所谓弱势 在这里 可以说 因为那个社会的变化 文明程度的不同了 弱势的人 反而是更加 就是社会是特殊保护 和特殊的法例 去保护这些人 实际上是 对的 其实这一件事 在澳洲 在西德尼 一直都有 就是女性专用泳池 只不过就在 克林斯林那里 刚刚出 那一出的时候 就被人说 引起很大的争论 那我就说一下为什么 正如刚才你说 有一些民族 特别是中东的那些女性 她是 如果她真是一个宗教虔誠者 她出街 你都知道 在香港现在都有 我们小时候真的完全没有 包头只是露出两只眼 的 成身乞乞乞的 那我们这里有些社区 整个社区 都是这些人聚居的 那就是非常之 就是你去到你 包头是多数的 你不包头这个是少数的 但是我们澳洲人最喜欢 唐人都不一定 但是下一代都很难说 坦空露鼻 那些鬼妹 鬼婆 哇 下天是半路 骚空半路 大家都很养眼 很快乐 条裤也很短 那件衣服也很低 那于是就周围 很快乐 那澳洲真的很热 老老老实实 所以你们这些男士 就眼睛吃冰淇淋 但是这些中东的女士 不是这样的 第一他们要包到实 但是去到泳池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都包到实 即是长衫长褲 这样去下泳池 但是泳池禁止的 你知道泳池 是不能穿衣下的 你可以穿泳衣下 我们澳洲也有长袖泳衣 但是他们就喜欢整个身 普通他们穿的长衫 长褲这样下 那对于泳池来说 那个卫生啊 安全都是非常不好 于是他们就提议 不如有一些事 因为他们也不可以 被男性看到他们的区体 所以那面都不能看到 身体更加不能看到 于是其实我们在雪梨 这些有一个区 就叫Orban 因为那里的区 是非常多中东人士聚居的 已经有专用的泳池 有专用的时段 这个专用时段 就很矜贵的 第一就只是 他也没有说是某个民族 因为如果你只是说某个民族 又有这个discrimination 其次其他民族的问题出现了 所以他就说女性时段 那雪梨人也很好的 从无意义 这个女性时段 第一就只是女性 你是男人你不能进 不过如果你第二天 说自己是瓜性别人士 我不知道 第二 当这个女性时段 开始的时候 男性除了不准进 泳池旁边是围风的 就是你想在外面看东西 都不行 不准看 如果女性时段 又让你看 那就一样 所以呢 这个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你说澳洲有歧视的话 就真的影响歧视了 歧视了你的男士 这个时候你不准进 你不准看 你不准看 你不准走近 现在这里就推广到 去克林斯兰 那里 克林斯兰就爆发了很大的争议 就说为什么你要这样 那男人很惨 为什么没有男人时段 你有什么看法 男女时段不好 男女同育好 男女混育好 好 多东西看 相同享受 不过就是这样 不是 那些男人就在抗议 那些男人抗议 那些男人抗议 为什么那些伊斯兰教的人 特别有恶的呢 因为他们不怕出来争取 真的 有什么不公平 他们就出来说 我说一件事给你听 施华 他们吃的那些东西 秘科你继续说 之前我要说一说 他们不是觉得不公平 他们是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的权益 其实不是不公平的 大家一起游泳 很公平 而是问题刚刚调转 我要拿给更多公平的公平 要更加公平 是的 我更公平 这个词是我们用的 很明显 普通的女士 很明显 就算是非伊斯兰人士 我想也不一定喜欢去 因为你都觉得很古怪 你会感到不舒服的 所以基本上 他们是民族的专辞 不过这样 如果我喜欢的 我也可以去的 老实说 他又不可以 他专门外 但是这个也是 我觉得有时候 不舒服的 就是要争取 给别人更多的权益 其实这个 真是 我不知道这些是否公平 你讲 我就讲一个小趣事 你听 他们吃几天 你知道的 伊斯兰教育人 就不吃猪肉 不只不吃猪肉 其他的肉 羊肉 牛肉 那些 他们可以吃 但是要经过 特别的 他们的屠宰的程序 有个祭司 在那里念经 把刀 怎样锯下去 又有规定 经过这些标准的肉 就叫做 Karlow Food 就是他们以前 就有他们自己 自己独立的 伊斯兰教自己的 卖这类肉 这样的店铺 你们就卖你的肉 你们自己去买 我又喜欢去买 我不喜欢去买 又不理你 也不重要 但是到后来 他们要求 一般的主流超市 都要另外披几个櫃 来装这些肉 那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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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经过他们 有个议会 发出的许可证 证明这些肉 是经过这些程序 结淨的肉 才可以在市场上买 就变成了 好像说他们有一个 赚钱的渠道 就是检查这些肉 也是你 出牌也是你 那又要放在我们 那里要特别拿来卖 那就是你玩了 这个真是很大的不公平 我们不是说 这里有两个超市 其中有一家叫Wooloft 他们简称英文就是Woolie 这样的时候 他们也曾经是推广过 说他们里面的肉 有下落 但后来好像主流社会 反应很大 就觉得你有没有搞错 你这样放在那里卖 还有他们也曾经有一些 中东的女士 如果是做收银员的 他们说他们是拒绝帮你 收你 就是如果你是买猪肉 砍处猪肉 下去那个 5B 那个机那里 他不准 还有他觉得你冒犯他 那于是如果你是买猪肉 你就要走去其他地方 那于是又是引起主流社会的反击 他们就是会步步进逼 碰到你有反弹的时候 他又缩抗 所以我就说 权益也是可以努力争取 但是事实上 你也是真的要注意平衡整个社会的利益 施华又够了 我们先休息一下 是 我觉得有些民族是完全不理人 是 左交 各有各的世界是这样的 不是的 我真的必须要说 当我们遇到觉得是不公道 或者不够平衡的时候 其实真的要挺身而出 举例 我刚才说 如果你的社区里面有一位清真人士 伊斯兰教的人士 其实宗教是自由 你喜欢什么 其实关我什么事 我也不会相信你的教 你也不会相信我的教 但是问题就是 如果他已经干扰到你的自由的时候 其实应该要说 譬如说 拒绝 你要吐个火腿来到慶祝圣诞节 那他拒绝帮你收银 还有他说你没犯他 喂 那这个是不公道 你可以自己包着你的头回家 是不是 你不需要出来做事 事实上澳洲 都是你不做事 应该都有饭吃 但是如果你走到出来做事 你又不 猪肉又不准 这个又不准 喂 很多东西都有猪肉 还有 不能就你这么多 你今天就猪肉 明天就可能一本书 喂 你买那本书 喂 反对这个什么什么教的 我不 我不 邮差 真的有这样的邮差 邮差就是 哇 你买那本书 是Merry Christmas 当然不行 这个Christmas 是不对的 不准说 Happy holiday就可以 于是又不送信 那我们社会怎么办呢 其实有些事情不是说 各有各做 No 如果你是影响整个社会的话 我觉得是会出声 就是你刚才说 喂你有清真割肉那种方式 我当然是尊重 我们也有我们的宗教 我们都要摆设 但是 你干干扰到我 甚至我那些下一代 或者在每一个范畴里 都是影响整个社会的大局 其实我们真的要说 要不然你说得对 他只会步步进逼而已 最后用不然我们普通女人 都要包着头 我不想 是啊 你引诱那些男人 那些男人 那些男人很薄弱 起到你 就是又突出胸子 又突出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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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张风化 老实说 你煮猪肉汤 全都煮你了 突出胸子 有压惑性的 你那些摄胸半路 你不看的了 哇 他全身都包着 突然露了 一只手 我想你都 流鼻血 是啊 是啊 好了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暂时又不说了 那我又知道 好 另外一个问题 刚才提过的 就是说中国方面 就是警告澳洲 就说澳洲要改善人权 又提醒那些留学生 小心自己澳洲的安全 实际留学生来澳洲 是不是很不安全 我觉得就不是 其实是很厉害的 你讲一讲 你都观察我 我很赞成 我很赞成 我很喜欢他说这些说话 不是 因为在中国那里 就警告 张要来澳洲的留学生 就说 留学生在澳洲 是很不安全的 他就举出很多的例子 有一个 比如一个 Brisbane的留学生 就无端端 都不知道为什么 被陌生人打 那又有 就是 不时都会有某一些的人 就是有受伤 或者被人打 又不知原因 于是他们就归咎 肯定是那个 华人的面孔 而是遭受到 这个种族不攻的对待 所以呢 他就对澳洲的留学生 就发出警告 就希望他们 注意安全 甚至不要来澳洲留学 那你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个 他们就是一个大外宣的环节 就是现在 目前的政治气候 他们是 就是 就是 彰显一种 中国人 就是受到欺负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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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的人 那些人 那些人 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 你说 如果是 你叫那些大陆人 出国 你叫他不出 他就照出 我说 你叫他对不对 都不知道他们多厉害 越危险的地方 就越要去 是不是 危险 根本完全没有危险 完全没有危险 你说危险 就是有时 就是 亚洲人 受到攻击 这件事 可能 都是因为 就是一个 Random Attack 就不是一定 因为歧视你 而什么 我记得布里斯本 几年之前 都曾经发生过 几宗 就是清晨的时间 近市中心 有一个韩国女孩 就走过 就被一个兇徒 就 鸡生拼死了 那你就 把那条尸 拖拖拖拖拖 拖在山边 那曾经也都 有一个法国女孩 就来旅行的 又是 就是早上跑步 又被兇徒 就是 襲擊 又死了 那 外国人 被人 只可以说 一件不幸的事件 那有些人就是这样的 逢有华人 就是出事的 就一定牵涉到 种族歧视的层面 那 事实是否这样呢 我认为 也未必是的 没错了 其实刚才你说的 如果 两个男生在那里打架 通常我们就描述 新闻都是 两个人 两个男生在那里打架 但是 那些中文报纸就说 一个白人男性 打一个 中国华人 就是 你这样看 你一看 已经知道 哇 立刻牵涉种族 喂 他两个人打架 就是 打架 和黄南白黑都会打的 对不对 不过你一这样去看 然后 你就不断把它收集完 就好像觉得 哇 这个种族很多被人打 其实我们自己在这儿生活得久都知道 往往欺负中国人的就是中国人 刚才我们说的那班 最多 最多 是的 人工低的又是那些华人老板 我也可以这样说 但是在这儿做出华人老板 人工都特别低的 是真的 就是 我没有什么见过不是 第二 很多华人因为觉得自己同声同气 于是找一些装修师傅 整屋 整东西 那些 往往多争执 因为就是 大家都不尊重弱精神 以为说一下就可以 而且 那个文明的质数 十分之低 所以 中国人 骗中国人 黑扣 中国人那些事例 层出不穷 我很老实说 我自己是尽量不用 来自中国的人 帮我做家里的那些事 我真的觉得他们 我不是太信 我做回一些普通 香港人我一定很喜欢用 我自己有个很好的电力师傅等等 但是你说在家里面做事 很多时候他们 叫的价钱会低些 但是手工也不一定是那么好 而且我也是尽量避免有争执 希望那些事件是完完完完 这样解决了就可以了 所以我自己都是 尽量各族都是平等的 但是我都会选一些 人家介绍的我就会 做得好 是做得好 有好的reference 那些我才用 你说大陆人来到澳洲 危险呢 最近有一个新闻 可能你都找到这些资料的 有个大陆人就跌入水 那个是刘鹤山 是 没错 那结果就是有一个澳洲的警察 一个女警来的 是不是 就跳下去救他 是 那个直播怎么办 是 是 有一个很好的 警察 警察 其实就是有一个女士 就是她去南山那里 就是玩一些 我想是船那些游戏 在这些盒谷里面 就是跌了到河那里 直接在南山 是澳洲一个很大的山脈 在雪梨的人 来雪梨的人 很喜欢去驾车南山 譬如我家去南山 是一个半钟头车 那你就算在雪梨的CBD 它也是两个钟头车 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山脈 它叫Blue Mountain 它真的是蓝蓝色的 因为它里面有些特别的植物 那它就有一个中国留学生 这个真的是中国留学生 就在那儿玩一个合谷挑战的时候 就跌了到河 那有一个女警员 也很年轻 就40岁左右 一看到这个情形 毫不考虑的 立刻跳下去 尝试救回她 但是都不行 她自己都赠死了 那两个人最后都失救了 那看回一张照 它是两个尸体 就是在那块大石那里 就是非常之伤感 那还有觉得 就是如果你说 就是我们 为什么不多说一下 这些这么捨己救人的事 我也都很相信 这位女警 她在跳下水的时候 她没有想到你是 红黄蓝白黑的 她不会知道的 她只是觉得 instantly就是 我要救人 就立刻跳下水 这个就是澳洲人 这个女警尤其是 尤其是 那种捨己救人 那种毫不猶疑 那样 就是去救人 这个很英勇的行为 真的很感动人心 所以呢 所以她是 其实她是休假的 并且她也都有 乳癌 breast cancer 那她是自己休假中 刚刚recover 不过都是放假的期间 一看到这件事 就立刻跳下去 那两个都死了 那这件事呢 就真是很感动人心 那这个 即使是经常攻击我们的中国 都不得不是 就是 赞扬她的 但我也都要说出 她赞扬 就还赞扬 但是并没有大事宣扬 相反一些很小的事呢 她就不断在自己的那些 报纸 或者在自己的大外宣那里 就不断宣扬 其实这个这么无私的一些行为 就算在澳洲社会 也不会说大落大鼓 我觉得这个就是澳洲人那种 平静和高贵 就是她没有说 我救了你了 你们应该要这样 没有的 就是在报纸里面 也有几天 就没有了 我觉得很平和很平静 而且好像觉得是 就是她作为一个女警 她做了她最高的 就是荣誉的 做了一种社记救人的行为 我觉得这个也是西方 那个文明的价值在 我好几次在 你讲 两个民族 两个文化 大家由不认识到慢慢 到互相有交流 在某些地方 就作为了冲击 有些事情发生 例如我们早期来澳洲 多数都是说广东话的香港人 但是多数都是来到澳洲 就是说广东话 最近大家都发觉 这些二十年左右 来自中国的疑人 特别多了 变成普通话 就变成强势了 他们的人 又多过我们了 他们又大声过我们了 很多人圈子里有种代表性 建于什么呢 很多事情要说话 他们认为作为中文 他们的中文才是正宗 你们的香港人 广东话这些就不得正宗 甚至乎有些由来已久的 名称 中文名 他们都要改 要跟他 例如说 我们澳洲那些 一个州 我叫州 舒华里 你的習慣叫省 都是state 首长叫premier 如果你叫州的 就叫州长 叫省的 就叫省长 这个很自然 那他们又不是的 大陆就不是的 凡亲premier 就叫做总理 哦 那领事本发发的新闻稿 就是君士兰总理 比特贝太 就是总理 这样发的 我曾经发封信 就去布里斯本的领事馆 就告诉他 我们澳洲人 只有一个总理 那个总理 叫做何华德 昆士兰的premier 我们叫州长的 我们不是叫总理的 请你以后中文稿 就不是这么写 结果他就回发封信给我 我们中国premier 就叫总理的了 没得改的了 是这样的了 这样也有的 另外我们布里斯本 又被他确定改了名字 又叫布里斯班 其实布里斯本 叫布里斯本 几十年都是这样叫的 1960年那时候 应该不是几十年 很容易的 有华人的时候 已经叫布里斯本 最早听到这个名字 1960年那时候 看香港无线电视 以前的摔割比赛 何守信 黄述 都说到 我们现在摔割比赛 在澳洲的布里斯本举行 一直都在用 现在逐渐改 叫做布里斯班 甚至乎有时 因为繁简字的转换方面 他们写布里斯本 转成一个繁体 变成布里斯本 就是里面的铝 是的 那你们雪尼也是 雪尼也要改成Sidney 是不是这样 我就因为这样 我已经写了一篇文章 不过当然 我不是说没什么大小 因为他人不多 我们香港人 第一人近年没那么多 第二就没那么大声 第三 香港自己就衰假 你知道自己的贸易署 贸易发展局 香港那个 首先就已经自己 改名做Sidney 这个当然 因为他是来自香港 他就跟中国的官方叫法 但是为什么我自己 就是特别不高兴呢 第一 雪尼这个叫法 因为雪尼说 你也知道 New South Wales 是第一个 开国时候的地区 雪尼有华人 差不多有 差不多二百年 百多二百年的历史 雪尼这个名字 是叫了超过一百五十年 所以如果香港的朋友 你不知道 譬如你叫做Sidney 那我只能够说 Sidney 都是 他比较近似 逆音 Sidney 事实上是 但雪尼这个名字 怎么来呢 事实上就是因为初期 进来澳洲 雪尼 这些华人的口音 是我们广东音 再加其他的音 所以雪尼 和Sidney 这个名字也是近似 还有如果我们现在 香港的人来到雪尼的市中心 其实很多古老的建筑物 你知道以前香港有些楼 都是建筑物那些 是用石屎做个字 和层楼是一样的 你会看到很多是雪尼 那两个字还在 那很多香港朋友 以为雪尼才是一个新名 那我就说不是 雪尼才是一个新名 第二 直至现在澳洲的 中华民国 或者我们叫台湾 仍然是官方译名 是雪尼 那我亦都上传了一些照片 而这个名字 是叫了超过150年 我已经考究过 还有 我自己最不高兴的就是 有一些人来到 觉得自己人多 声大 就完全无视你的历史 文化 传统 你喜欢改就改 真是在人生上 香港现在其实很多的中文 你都觉得 顶它不顺 我心想 香港你就算了 你来到外国 人家叫了150年的雪尼 你来到几十年 就是你人多 都是这30年的事 你就是要改 色尼全世界都叫色尼 那我永远不叫的 很老实说 树红才不离谱 你知道树红的叫什么 树红它叫做这个 考拉 考拉 真的 你有个文化 你又不是文化高的人 但是你就用你的霸权 去强力逼人 又譬如我想你知道 ANZ Bank ANZ就是澳洲和纽西兰 其实纽西兰这个名字 都叫了超过一百年 因为那里也是 叫纽西兰 以前如果是有 这个中文译名的 澳纽银行 是译澳纽银行的 但是现在 中国大陆内 特意改为澳新银行 纽西兰又叫做新西兰 我们以前的澳纽军团日 NZ Day 你都知道 铺天盖地 也叫澳纽军团日 中文 他又要改为澳新军团日 于是你就会觉得 你这么霸道 这么不尊重别人的历史 语言文化 别人怎么可能尊重你 你常常说别人歧视别人 你为什么可以常常去否定 别人过往的历史 和过往的语言和习俗呢 所以我自己就觉得 我会坚持我叫的东西 不管其他人如何 第二就是 希望香港的朋友都知道 如果你不融入这个文化 我想香港朋友会很深的体会 别人不融入你 还要去改你 还要变你 还有你也都明显地知道 你不是优秀过我 譬如布里斯班 斯班的名字很若酸 好像死尸出班 那样 譬如你说这个Victoria 你说维多利亚也好 还是不吉尼亚也好 慢的也知道 龙的也知道 不吉尼亚 好 好 我又有什么感觉 纽西兰 纽西兰 叫做新西兰 我立刻就可以说一句 准备他们 不吉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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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多余 他有一种多余 肯定要跟你不同 才觉得自己厉害 然后逼你去跟他 你凭什么 你真是 唉 我也来 他又不是特意跟你不同 而且那个铁幕 关了几十年 他们自己 就凭他们的想象 他的水准 就译了一些名字 一路融开 现在威了 出到来 就发觉你和他不同 他又不知道你比他的历史更加老 那就要你跟他 他中文他正宗 那我就不会说 到底这件事 我们真是有个古老智慧 不是 中文的译名 固然地是有一种的 你都知道中文的译本身一看 有些就是 无论哪个文字 哪个国家的文字 有些是positiv 有些是negative 当清凌一见到这个英国的时候 他译起做英德里 其实那个吉字和利字 都是九爪边的 这个就是他看不见 这样的方向 是 没错 比如你说什么老窝 你看看那些字 剔手边做个过字 这些 本身就是 对你的国家 不尊重那种 这样的翻译 尿国这些也是 清便尿牙 其实全部呢 在东南亚国家 我们传统地 因为认为中华民 中国这个是正宗堂堂大国 你们周围的那些全部都是那些弱小 而且要向我进贡 而且是那些化外之民来的 你看看他五湖乱华的时候 空奴鲜卑底薑揭 全部都是那些坏名来的 所以 他这个是由来已久 就是千年文化 就是他觉得 非我族类其心必义 其名必须 我不会认为 他是 霸外之 他自己是 围着自己 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 即使你不知道 你来到你抬头一见 我们那个雪梨市中心 有个大大字 写着雪梨大学 雪梨大桥 那为什么你不学习别人的名字 我觉得他是不尊重你 还有 坦白说 一种的语言的霸权 这个是别人是觉得反感的 所以我们要尽我们的能力 说回我们好的中文 大葛起 我就知道了 忍受一下 就是作一个正常的回应 那今天的节目 就到这里 到我们惯常的澳洲英语的环节 这次就和大家谈谈 跟澳洲人打交道招呼 那我们在香港学的 都是学正统的英语 那用语方面的格式也是正宗 反音方面 我们在香港学的那种 你不可以说叫做queens english 就是没有读读读的 也不可以什么牛津音 那是一种英国的普通的 就是伦敦或者英格兰南部的 现在有个学名的 就叫received pronunciation 就是所谓BBC英文 澳洲当然当然不是 有澳洲口音 你用回香港正式那一套 或者是比较上流社会那一套 不是不行 跟别人打成一屁的时候 可能他就觉得你是一本正经 那最简单的了 比如说我们叫人 都可以跟回澳洲 叫他做Mate M-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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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老友记 叫做Mite 老友 甚至更加亲热一些 可以叫做Mighty Mighty 是 那看到人有什么 我们以前学学 是怎么学法 就是初次见面 和有关系 说什么 How do you do 是不是 How do you do 那你现在就不流行 就是比较是casual很多 甚至乎How are you 都不说 How are you 都不说 他们说什么 就是将它拼出来 How are you doing 就是这样的 Are you doing 就是很快地连接来说 或者How is it go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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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就是 人家做了些事 我们向人家致借 我们就说Thank you Thank you 或者Thanks 澳洲人就懒得 说一个音 TA TA就可以了 那你初初来到 就不知道 他说什么 不过好像比较少听 有少点 少点 以前很有趣的 有一段时间 我只会觉得很有趣 这样也可以 现在又好像 Thanks 都是比较普通 TA 就是这样 是 那如果有人跟你说Thank you 那你就可以 就是我们以前私人教我们 你说什么 You are welcome You are welcome 那如果现在你在日sir 这样的说法 又好像太正经 可以说My pleasure My pleasure 要更加街坊一些 人家多谢你 你说No worries No worries No worries 这个东西差不多百搭 差不多百搭 没错 这个真的要特别说 因为我有个朋友 在香港教书 也认识英文 在香港教书 来到之后 经常听到澳洲人说No worry 还有No worry Kristian 就要问你 究竟是No worry 还是No worries 有没有s的呢 有s的 有s的 no worries 是的 没有s的 我刚才说回 我那个朋友 在香港过来 你这个No worries 很用 我说是很用的 什么都可以 人家帮你做完事 又No worries 就是你叫别人 不用No problem 那类 什么都可以 总之这个 你说得对 是百搭 而这个No worry 和No worries 呢 我都有个问题 我有些西人朋友 有一次我就问一个婆婆 因为她都老了 我问她当时她八十多 她现在是九十多岁 那我一定问 日文是不懂的东西 尤其是英文 我就问我婆婆 我说其实呢 你告诉我 是No worry 还是No worries 因为我两样都听过人说 是 那我不知道哪个才正对 那我婆婆就 你问我 我平时都不知道 我说什么 那后来 那哪个才正宗 那我婆婆坐在那儿 想了一样之后 她说 我觉得两个都可以 我有时又说 No worry 她说 如果你不是问我 我就是随口回答 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回答了什么 你现在这样问我 我觉得两样都可以 那我后来 就再听 澳洲人 多数都是No worry 但是No worry 都有人说的 是的 所以 香港朋友不用担心 澳洲不是很认真的 你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答了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最重要是肯说 肯听 那就会勇气大增 还有一句 就是人家做了一件事 你说人家做得好 那我们以前 就是学英文就教人 Well 就是说什么 Well done 是不是 Well done 就是说做得好 Well done 但是澳洲有一个 自己的理喻的说法 我用正式英文说出来 Good on you Good on you Good on you 就是说你做得好 Good on you 除口说出来 就说得快很多 连着来说的 Good on you Good on you Good on you 就是把那个 就是把那个 按字 升高了 按 U就变成一个 Yah Good on you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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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有些就是 就是 就是 refer to 一些人 如果是 他们很少说 这个男人 那个女人 很少说 没有说 Dead man Dish man 他没有说什么 他说什么 他用一个澳洲的说法 叫Bloke Bl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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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的一个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广东话 那个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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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汉子 那女人行不行 这个字 女人当然不行 那有些人不说Bloke 通常说Bloke 那些成熟 就是高大威猛 Dead man 那个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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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你呢 不是我 有时又跟回美国的 就称呼男人 叫The G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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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Guy 是 Dead Guy 但是有时呢 我想问一问 因为我英语不好 我学东西 在澳洲好像Guy是男女都行 是吗 通常如果指第三者 Dead guy 人家会认为你是说男人 但是如果你跟一帮人 譬如 是啊 我是说男人 Dead guy 可以 是 女人又怎么说呢 通常不是说Dead woman 又好像不是很文雅 他们反而会说Dead lady Dead lady Dead lady 我们广东话有时呢 就是香港是这样的 服人叫美女 美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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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Honey sweet heart 那些鬼很喜欢这样叫的 那些鬼佬 那些鬼佬 就会有很多 叫是这样的 也不是特意 在口头上拿你便宜的 不断叫叫sweet heart 就是什么 是啊 我很多时候被鬼佬叫我做Darling 叫我做Darling 当然了 谢谢Darling 好样 是啊 那些鬼佬 尤其是老老的 那些鬼佬和鬼佬 是很sweet的 叫你 叫到sweet tea sweet heart Honey 哇 你最初听听第一次 为什么这样 后来听听听 他们喜欢觉得这样搞笑点 亲切点 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 但是是好的 开心的 你这样常常被人叫Darling 你都开心 是不是 是啊 是啊 甚至澳洲人对自己的国家 澳大利亚 有时候都是叫Ossie 就算的 Ossie 没错 Ossie可以做做地方名 也可以 用来做译用词也可以 或者说Oss Oss Oss 都可以 是 那关于一些其他的 简略的 我又可以在这里讲讲 还有少少时间 现在就40 还有几分钟 澳洲人的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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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澳洲人 脚上所穿的国服是什么 穿什么鞋 但是 你也说过 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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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人 另外有一个名字 叫做Thongs T-H-O-N-G-S 一定是S一样一样 叫做Thongs T-H-O-N-G-S 如果是那些 很多年轻人喜欢穿的那些 就有个过头粒的斗篷 斗篷 那个叫做Hood 斗篷下面是长袖的 很多鬼仔喜欢这样的 戴着衣服 斗篷就粒着头 那个衣袖 又长到 盖着手掌 走路上来 寒冷 会缩缩缩缩缩缩的 他们觉得这样很有型 你有没有见过你这样的年轻人 有时就冬天 但是那个不是斗篷 因为有袖 那些叫Hoodie 其实是一件 有一顶帽子的长袖T-Shirt 不过就是有顶帽的在后面 他又可以弄上来的 那就是Hoodie 有个Hood的问题 就是Hoodie 说到澳洲人 就是说回文化习惯 其实也是随随便便的 要说澳洲人穿衣服 真的很奇怪 有时就是大冷天时很冷 那些人就喜欢穿一样东西 就叫做Arc-Bloose Arc-Boots U-G-G U-G-G U-G U-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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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女孩就下身两条腿 就穿着U-G-G 就出街了 但是就做热褲 哈哈 那股大腿就露出来 那股脚就穿着雪糕 那中间就做热褲 上身呢 就穿着吊带的衣服 这些我们叫做抵冷卖销箱 上面就是卖凉粉 下面是蒸松糕 哈哈 完全都不对称的 上身就好像完全是夏天的服装 下身就穿着雪糕 那另外呢 那些鬼仔呢 就是吵着很多斗篷 吵着头 走着路上来寒着背 手呢 就戴着手套 爬着手套 但是呢 下身呢 就穿着运动的短褲 又差一对日本拖 那你是不是很不相选呢 那好像你这样说 他们是很随便的 还有你说他穿鞋呢 其实我们三十年前来的澳洲 是很多不是穷的人 我觉得他不是穷 是很多小孩子 甚至成年人都不穿鞋 我们当时一见到 已经觉得哇 那也行 还有你有说过澳洲很热的 三十多度 有个地下热得均匀 那他们是这样不穿鞋 直至今时今日 不穿鞋的不多 不过都常常见 他们就是这样不穿鞋 是非常天然的 是不是这样啊 Chris 你们那边 Quinsland 看来Quinsland更离谱 真的不穿鞋 不穿鞋出街 不穿鞋搭车 入银行也不穿鞋 我听说有个朋友 在 在Northern Territory 那里 有个人做教授 去旅行 去十天 十天不穿鞋都可以的 不过是这样 澳洲又不会说 千敬罗尼后敬人 你不穿鞋 入银行 那些人又不会玩超超 就这样赶回你出去 就是说你骚髒 那两个脚板就肯肯肯肯 踩得很骚髒的 银行里面有地毯 你踩上去一个个印 都是这样 就是笑容可控 有些很好笑的 就是 有时候我搭火车以前搭火车 早上九点钟搭火车 那些女孩子上班族就穿得很漂亮的 穿了套装 这样的 又有上衣又穿裙 高跟鞋他不穿 用手挽着高跟鞋 然后不穿鞋走 一路走到火车站上车 都是用手挽着高跟鞋 然后脚就踩到地上 抠着脚 那些鬼婆又很好坐 好玩又很好笑 那现在又很流行 又流行收脚 收脚脚 收脚脚要五六十元 是吧 收到脚脚就不知多漂亮 结果踩到脚就黑了 这种东西非常矛盾 最搞笑的是 皮肤有白 其实白白疏疏的皮肤很漂亮 踩到脚骚髒 但是脚骚髒 就是不像我们在香港 或者你在中国 是一些农夫 农夫的脚 脚骚髒 也在那里 就是脚又黑了 脚底又黑了 但是那些白疏疏皮肤 那些白人女性 其实那些脚 你知道了 如果年轻美女 脚长长很漂亮 但是他们又 踩到脚骚髒 你真的觉得很好笑 就是一个很脆怪的一种行径 但是他们有安脂药素 完全没有 你看他也好 他不会理你 我觉得一种很 很奇 又不是奇景 是常见的 但是也是令人有一种 很脆怪的城市风貌 其实他回到公司 他穿着高跟鞋 又很鲜文 又很漂亮 你会想起高跟鞋 你会想起高跟鞋 里面穿脚骚髒 我觉得他们的浴室纸 先抹干净 没理由这样 会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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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澳洲是一个很自然 和很和谐的国家 刚才Chris说得到 大部分人是善良而平等 和互相尊重 其实是一个 我们能够来到澳洲 是一件幸福的事 也不要那么多的介体 不要那么多的防备 不要那么多的差异 你又生活得快乐些 人家又觉得大家都舒服些 所以其实 各位香港的朋友来澳洲 你带了香港的衣服来 可以够你穿二十年了 如果香港很多人有很多衣服 因为白鹏 拿来澳洲 你不用再买衣服 你穿得好又不需要什么名牌 因为很普通的衣服 澳洲都过渡一天 也没有人看少你 真的没问题 除非你上班 就要穿西装 穿结束衣服 也不用 哪里要穿西装 在这里上班 你上什么班都不用 基本上真的不用 比如说那些做经纪 要见客那些 那些办事 那些人要 真的不需要的 一般都不用 就算做先生 进去课室讲书 都是补补通通 衣服 你又不要穿短褲 又不行 即是很假的 都可以的 没问题 好了 说到今天 就是很幸福人 是 是 不 这些人都很假的 不过 我们都知道澳洲人 最 好 我们下次再说 是 时间接着差不多 年初五又很快乐 过了 下一次见大家 五加七 年十二 七天之后大家再见 到处再说一声 祝大家牛年 新年快乐 先这样 拜拜 牛年快乐 OK